子月圈 in Click 作曲 当思念飞过夜空 缠绕之间停留 泪得像一场梦 是我因缤纷时候 因旅途沉略过 会记得那感受 那么伤那么远那么那么痛 那么爱那么恨那么那么浓 谁的爱太疯 任性的辉煌 每场争执和狗之狂 我们拥抱狂吻陷落 谁的爱不放 不陪他爱我 不叫明天有共一方 也与谁燃烧此刻有我 叫此刻 谷唐 谷唐 我怎么听到唐宝在下舞啊 一定是我太想念他了 谷唐 谷唐 唐宝 你怎么来了 我好想你啊 谷唐 我也好想你啊 谁带你来的 世尊派十一师兄下山办事 就顺便把我给带过来了 那他人呢 他说跟尊尚有事情相伤 我就迫不及待地来看你了 以后不管你去哪儿 我都不要跟你分开了 嗯 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啊 谷唐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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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到处牵移 一般人 连位置都找不到 既然这样 那凶手又是怎样潜入进去的 难道 是那见所为 不排除这个可能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 我们赶快去找龙俭峰吧 你先稍安无责 等上就是在等龙俭峰吧 师父 我们到了 尊尚 抱歉久等了 这边请 我听说韶白门门禁森严 不许男子入内 门下弟子更不许与男子接触 否则处以畸形 的确是这样 不过我已经跟大家商量过了 为了查明事情真相 破例一次无妨 还是有所不便 这样吧 我请小谷随你们去查案 我在连城附近 等候消息 顺便探望一位朋友 多谢尊尚体谅 这样也好 不过 就得麻烦花掌门来 师父 你让我去查案 可是我都不知道怎么做呀 小谷 你跟了师父那么久 师父也想知道 你到底学了些什么东西 你不能总依赖师父 总有一天 你要独等一面的 我知道了 师父 那我要找你怎么办啊 你就飞鸽传说 我会第一时间出现的 参见花掌门 起来吧 谢掌门 请 先带二位到客房歇息吧 不用了 先带我们去见叶掌门吧 这边请 进来吧 走 宴掌门被尸害多久了 已经有半个月了 那案发后 有没有人渡过现场 没有 我下过命令 不让任何人进来 尸体也做了防腐的处理 不让任何人进来 心形 无论如何 也一定要抓到真凶 渭戏姐姐 你能跟我讲一下 当时案发的情况吗 那天我给师父 送饭菜进房时 他还好好的 他还好好的 师父 可以吃饭了 你先出去吧 师父 师父 他说是我卫兮啊 以勺白门所处的位置 外人是很难进来的 所以大家一直都认为 这是门中弟子行凶 互相怀疑 可是却一直找不到 证据和线索 没想到这次蜀山之行 渭戏姐姐 为什么勺白门 不允许男子进入呢 这个具体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这是师父立下的门规 那岂不是这么多漂亮姐姐 都跟进了尼姑安一样 唐宝 不许胡说 相信师父自有师父的道理 世上男子 的确没有一个好东西 你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吗 头绪是有了一点 可惜师父不在 如果师父在的话 他一定能够很快就找到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骨头 你不要着急 我们慢慢查嘛 尊上他能用一眼就看出来的问题 我们就努力地多看几眼 一定可以发现问题的 是啊唐宝 你说得太对了 我不能再靠师父 这一次我要靠自己的能力 查出事情的真相 让师父刮目相看 出发 走 掌门对我们恩重如善 有他在 我们做什么都很踏实 若是让我抓到杀掌门的凶手 我定将他随时万断 我是掌门亲手带大的 掌门就像我的亲生母亲一样 我真的很想念他 别哭了 掌门的入室弟子啊有两个 分别是卫星师姐和梅儿师妹 你们说的是梅儿师妹吗 梅儿师妹在师父出世的两个月之前 就已经失踪了 听说是跟男人私奔了 总之掌门很生气 骨头 我都要散架了 虽然要累散架了 但是收集了这么多信息 也是值得的 感觉弟子们都很爱戴宴掌门 应该不会有谁是凶手吧 这也说不定 毕竟 谁 是我 魏希 我来给你们送了一些饭菜 谢谢魏希姐姐 谢谢 应该是我谢谢你们才是 今天辛苦了 好 不知道这一天盘问下来 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线索 或者是一些可疑的人呢 这个 暂时还没有 用完餐就早点休息吧 告辞了 好 骨头 你都有点草木皆兵了 师父不在 此事事关蜀山 太白还有韶白门 我必须得格外谨慎 和小心才行 嗯 你吃饭吧 你就知道吃 走吧 城主 有人来访 我说过 我在闭关修炼 谁都不许打扰 可是 可是来人是长流上仙 摆此话 打开连池结界 请他进来 是 多年没见 没想到 你突然会来到连城 有些事情要办 路过此地 顺道来看看 对了 你现在是长流的掌门 应该有无数事物缠身 当年东华失踪 谈番出走 我便回到了连城 一心清修 我听闻 你接任了掌门一位 我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表示 甚至连现在 连贺喜二字 都没有说出口 我知道 对于你来说 这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子华 你怨过东华吗 我怎么会怪他呢 我只怪我自己当时 没有及时劝阻 让他逃离心魔 还有内疚 你一直为了 你这么严重 他一定是什么 我当时会是 如果是 这个人 你有问题 我现在只希望他能够早一些放下 你到如今倒是变了许多 我们几个人当中自始至终都没变的人 应该就是你了吧 我听说你还收了一个入室弟子 是啊 叫做花千古 个性坚韧 但是性格 文匹不堪 有机会的话 我带他来见见你 走 有男子进来了 大家赶快回避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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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这边走 发生什么事啊 两位大哥 请问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女婿 饶命啊 不要往我们的眼睛啊 我们为什么要往你们的眼睛啊 我没看的女弟子 不要 不要往我们的眼睛啊 不要往我们的眼睛啊 哪里是韶百门的女弟子 看见也没关系呢 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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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你们快走吧 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 看一眼就要被挖眼睛 这韶百门的门规未免太苛刻了吧 太可怕了 是的 对于胆敢贪图迷恋美色的男人 这已经算是小成大尽 千古 你年纪尚小 千万要记得 不要随便听信男人的花言巧语 来 骨头 你在想什么呢 我怀疑 凶手有可能就是卫夕姐姐 这怎么可能呢 卫夕姐姐她怎么看都不像是杀人凶手呀 唐宝 你别着急 听我给你分析 第一 韶百门十分封闭 外人根本不得其门而入 所以最有可能行凶的就是本门弟子 第二 院掌门的死已经很可疑了 又加上卫夕姐姐的师妹妹儿失踪 整件事情会议最大的就是卫夕姐姐 她可以顺理成章地接任下一任掌门 可是 是她请尊上和你来查案的呀 她请师父来查案 说不定 只是为了稳定人心 为了避嫌疑 和其他弟子演了一场戏 也有可能是想排除其他弟子对她的怀疑 第三点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她是唯一一个当非院长门死 院长门死都在现场的人 所以不管怎么说 她的嫌疑是最大的 那我们赶紧通知尊上来抓凶手吧 这些都只是我的猜测而已 我还什么证据都没有呢 那怎么办呢 你放心 既然我们找到了方向 就一定能够找到证据 查明一切的 刚才好学啊 幸好她不是少白门的弟子 要不然咱们就惨了 是啊 哎呀 两位大哥 我们想问你们个问题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不要问我们 我们就是卖苦力的 就是要热 热了我们吧 热了我们 大哥 哇 骨头 你这是扔了什么东西 在他们背上 这是蜀山的独猛武器 拥有潜力追踪能力的萤火虫 唐宝 该你上场了 追上他们 嗯 好 快管 这边请 小二 好酒好菜 都给我蹲上来 好嘞 两位是从少白门来的吧 你们都干吗 那可是个赚钱的买卖 听说这一袋粮食 足足比市价高出十倍 是吧 眼馋了 是吧 我可不眼馋 我呀更心疼我自己 这条小命 不过之前倒是有个叫 大海的痴汉 瞧上了那勺白门 最漂亮的女弟子珊珊 还借着送命的由头 继续私会 不过就再也没有出来过了 她呢也是牡丹花下死 作归也风流啊 可对于我们兄弟来说 要不是为了多挣点钱 谁愿阎王殿走一遭啊 是啊 这才刚刚一年 就有七八条汉子没有啊 行了兄弟 咱不说丧酒啊 小二赶紧上菜 来了来了 快点快点 来来来 好 骨头 我回来了 唐宝 打探得怎么样 我 等一下 进来说吧 隔枪幽儿 韶白门果然有秘密 我听那几个男人说 以前有一个叫大海的壮汉 因为看上了韶白门的女弟子 偷偷进来私会 就再也没有出去过 还有 只去年一年 就有七八个壮汉 在韶白门失踪了 可是卫夕姐姐 从来都没有跟我提过呀 我估计这些失踪的壮汉 十有八九 已经葬身韶白门了 那凶手是 韶白门的每一个人 包括死去的宴掌门 都有可能是凶手 骨头 这半夜的 在厨房有什么好茶的 唐宝 嘘 你来这里不是偷吃的 别乱动 那几个壮汉 绝对不会凭空消失 他们死前 唯一来过的地方 就是厨房 如果是私会 那肯定会在这里接头 这里面一定有古怪 别玩了 快过来帮我 可能那几个人的失踪 根本就和韶白门无关的 而是他们带着 各自心仪的女弟子 私奔去了 不会的 韶白门之中 从未提及过 有凭空消失的女弟子 骨头 我好困哪 我们回去睡觉好不好 嘘 这画有什么好看的呀 这是什么 骨头危险 我们还是等尊上来了再说吧 等师父来 我们恐怕就没有机会进去了 你要是害怕 就在外面等我 不行 我答应了东方爹爹 我要好好照顾你的 走 好 要无聊 你看你这么害怕 还跟我过来 走这边 走开 走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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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啦 小心啊 ο体肌 快 肚头 我怕 怎么了 没事儿 沒事儿 有我在呢 别跑 来 小心点啊 什么味道 这么多尸体 这件衣服的材质是麻布的 这么说 这几具尸体 应该都是那几个壮汉 这里是 墙上有字 望月琴泪两行 对酒痴心两斩 杀杀杀 断情绝念 燕灵沙 验掌门一定是被男人伤害过 不然怎么能这么仇恨男人啊 我们再找找看 看看有什么线索 嗯 我找到证据了 唐巫 我找到证据了 这些 应该是杀白门弟子 和晴郎私会的戏 看来 是被院长们发现了 隐气之下 便杀了这些男子 这验掌门也太狠了吧 我就说他年轻的时候 一定被男人伤害过 汤宝 你看 卫兮 这是卫兮姐姐写给秦郎的信 那看来 这些男人的尸体当中 也有他秦郎的尸体 谁 走 你们是找卫兮师姐吗 是 她刚才急匆匆到外面去了 好 谢谢啊 走 骨头 骨头 你快看 凶手果然就是卫兮 他还暗中监视我们查案 唐宝 你别冲动 先看看情况再说 唐宝 原来你就是凶手 唐宝 师父不是我杀的 你不要再狡辩了 你的师父杀了你的爱人 所以你就杀了你的师父 唐宝 卫兮姐姐不是凶手 她也是跟着我们 才刚知道 她的心爱之人 也是被宴掌门所杀 师父一直都很器重我 想要将我培养成下一任掌门 可是我不想一辈子孤孤单单 困在韶白门 两年前 为了求师父让我离开 江浪还通过了师父设下的 重重考验 后来师父终于答应了 结果却是骗我 江浪突然不辞而别 留下了书信一封 说他另有所爱 叫我忘了他 我还一心相信师父所说的 世上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所以准备一心接任掌门 没想到 师父也被杀了 师父 微信姐姐 这里是以前 我和江浪时常私会的地方 我只是想来看一看 跟他说一声对不起 那 你真的不是凶手吗 师父从小把我养大 对我恩重如山 我又如何忍心去杀了师父 但口说无凭 我只能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只求你们早日找到杀害师父的凶手 微信姐姐 你别这样 我们都相信你 在这个世界上 我最相信的人就是师父 可如今 可如今 微信姐姐 你不要再恨你师父了 他做错了事 已经用生命付出了代价 活着的人还要继续 你们韶白门有那么多的弟子呢 他们都很需要你 都在等着你回去呢 你说得对 你说得对 我应该撑起韶白门 照顾好师姐们 毕竟他们是无辜的 如果韶白门不在了 他们还能去哪里呢 线索又断了 骨头 为什么单凭未夕的一面之词 你就能断定他不是凶手呢 因为这是女人的直觉吧 女人的直觉 这么了不起啊 那我也是女人呀 为什么我没有啊 你 你最多是灵虫的直觉吧 也就石一师兄 把你当成女人 骨头 不管怎么说 我总觉得哪里不对 但是又感觉事情 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如果那几名男子 是被宴掌门所杀 那宴掌门又是被谁所杀呢 那几名男子只是普通人 即便是寻仇 也不具备杀害宴掌门的能力 莫非 莫非 莫非是那几名男子的弟子 也不对 如果是这样 那也用不着杀害非烟掌门呀 对了 来 你看 刀白门之中写着 雁廷沙本不是掌门第一人选 但是却突然之间功力大增 当上了掌门 你说有什么办法 是可以让功力迅速大增的呢 骨头 骨头 爹爹 刀白门 东方 你怎么来了 小声点 太惊性了 这刀白门什么规矩啊 不准跟男性接触 吓死我了 差点被他们发现 我为什么来啊 我不是知道你们在查案吗 所以派人做了一些调查 发现不久前呢 那个松立掌门 还有响语真人 也离奇死去 这死状跟那个非烟 和燕廷沙都相同 被人掏了内脏 只剩下皮囊 怎么这么大的事 各门派当中 都没有人知道啊 这可能是因为门派内斗 也并不是什么见得光的事 所以都隐瞒下来了吧 也不可能 好了 反正话都传到了 我要先走了 那你现在就走了 是啊 总不能被韶白门女弟子 挖掉我的双眼吧 那你还是赶快走吧 有事要小心啊 东方 我自有分寸 你们也保重啊 松立掌门 松立掌门 响语真人 原来松立掌门 和响语真人 都是在短时间内 迅速提升功力 然后先后 升任的掌门 六戒全书中记载 正道中人 只有偷袭禁术 才可以迅速提升功力 可是这禁术 向来是被各门各派 明令禁止的 他们身为掌门 却为何都有这短时间内 迅速提升功力的心力呢 这个问题 恐怕只有尊上能回答你了 看来 真的是要请教师父吗 去找我师父吧 你一夜都没睡呀 这个案子越差越复杂 牵扯到的人和门派 也越来越多 你别太辛苦了 我去给你拿点早点 卫夕姐姐好 走 卫夕姐姐 千古 卫夕姐姐 我来 是有一件事情想要求你 卫夕姐姐 你说 昨天的事 对我来说打击太大了 我没有想到 师父居然杀了江郎 还杀了那么多人 那一瞬间 我只觉得天都快要塌了 这些年 对于门中弟子来说 师父犹如母亲一般 少白门三百弟子 大多是孤儿 还有些是被父母虐待 或是被人贩子拐带出来的 是否把这些可怜的孩子 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 带回少白门悉心照料养大 他对弟子们的恩情 是我们一辈子都还不完的 我明白 我明白 院长们对他们来说 犹如亲生父母 如果让他们知道 院长们手上 占了那么多无辜的血 我想对他们来说 无疑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特别是跟我一样的几名弟子 若是知道了自己心爱之人 是被自己所敬重的师父所杀 想必更加难以接受 微喜姐姐 毕竟 院长们杀了很多无辜的人 这些事情 可能还需要你费心处理了 这个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处理此事 微喜姐姐 我想问你一件事 院长们 是不是有一段时间 功力大增 的确如此 那时我尚年幼 但仍然记得 师父突然之间打败师叔 当上了韶白门的掌门 千古 你为何询问这个 是这样 原来不止燕掌门 非燕掌门 还有松立掌门 以及响羽真人 都是以同样的方式 被杀害的 而他们都有一个奇怪的共同点 就是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功力大增 并且其中三人都当上了本派掌门 你这么一说 我突然想起来了 媚儿师妹在失踪的前一段时间 也是功力大增 她向来笔试都是输给我的 但那一次 却轻而易举地打败了我 你跟你师妹 不瞒你说 我跟师妹从小不和 她性子比较争强好胜 我又比较严苛 什么事都要管着她 她总觉得 我还没有当上掌门 就已经有了掌门的架子 事成与我争执 那你师妹失踪多久了 师父被杀的前两个月失踪的 到现在快三个月了 那你师妹失踪以后 院长们 非院长们等四个人 都接二连三地被杀害了 你的意思是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猜想 因为线索太少 我只能把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都联系在一起 魏西姐姐 你能带我去一下 媚儿的房间看看吗 当然可以 骨头 先吃早饭吧 骨头 先吃早饭吧 不吃了 唐宝 你跟我去一下 梅儿的房间 哦 走 这里就是梅儿的房间了 好可爱呀 这是什么呀 好像是梅儿的一个好朋友 送给她的 有时候 然后她会来韶白门找梅儿 这泥人 捏的应该是他们两个吧 这应该是哪一本 上了年头的书上流露下来的吧 这应该是哪一本 上了年头的书上流露下来的吧 这上面有很多的灵魂痕迹 应该是一本修炼秘笈 对 梅儿她们 或许就是通过这个 让宫里突飞猛进的 那这么说 秘笈还在梅儿房中 都没有啊 看来不在这个房间里 的确 这么重要的东西应该不是放在须顶里就是随身带着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马上找到梅儿的下落 这几个月我一直在找梅儿 但就是找不见她人 师父一开始倒不担心 觉得梅儿性子也 晚晚也就回来了 没想到 微信姐姐 梅儿的好友是什么人啊 叫什么名字 或许她知道呢 这个 我要去问问跟梅儿比较相熟的弟子再告诉你 好 大师姐 尊尚已经到了韶白门外 师父 师父 你收到传书了 身为名门成牌 居然投袭禁术 提升功力 真是令人不迟 是啊 怪不得其他两派都将死讯隐瞒了起来 师父 我找到了这个 好像是那本秘籍的残片 但是内容不全 具体是什么秘籍也辨认不出来 我带你去见一位朋友 兴许他会知道 朋友 我第一次听到师父 以一个朋友来称呼对方 我说的这位朋友 是谭凡上仙 谭凡上仙 就是卫练五大上仙的谭凡上仙 没错 尊尚 有失远迎 失礼了 不必多礼 温戏姐姐 我跟师父要去见一个朋友 需要离开几天 好 我刚刚打听到了梅儿好友的名字 好像是联城无垢宫的丫鬟 名叫云芽 不过联城外人盖不能进 所以只能拜托你跟孙上了 如果见到梅儿 请一定帮我劝她回来 好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的 大家一路保重 我等你们消息 恭喜阁主 您的计划在一步一步地实施 虽然她明知是自己的生死结 但白子画 好像对她这个徒儿越来越上心了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他人 你们若也犯下过错 我定要你们生不如死 白子画 我就不相信你一辈子都不犯错 我一定会让你受尽撑我 生不如死 用你的手 借我的锁 跌入这温柔漩涡 千丈风波 万般蹉跎 经意都不曾变过 一世千般 地念成活 还质疑一错再错 一生之间 一生死生 粉碎沉默 爱上你 爱上能否 是尿你 失了魂魄 可笑命令捉弄 来世今生无处躁躁 故事不可说 是我不敢说 一步一来想 一步一伤心 一步一切难化作飞恶火火 因为爱上你 我才成了我 共你承诺 我 爱上你 爱上了错 我 云 给爱上你 爱上了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